電筒 錯 這支不是普通的電筒 這支是不用電心的太陽能電筒 在有光源的時候它會穿 如果沒有光 絕對不會穿 只要拿你某一支電筒出來 照著它 它就會穿的了 還記得國產007裡面達文西的偉大發明嗎 那個需要用另外一個電筒照射才會發亮的電筒 我大概也做了一個類似的東西 這是一個威爾斯渦輪機的模型 它通過一個減速齒輪組連上了一台小電機 小電機再連著這盞LED燈泡 於是只要渦輪轉起來 這盞燈泡就能夠亮起來了 那怎麼才能讓渦輪轉起來呢 通過這台專門給我們家狗狗吹毛的大衣風扇了 我們來看看效果 還是不錯的 雖然原本應該驅動它的 是震盪水柱 但無奈我實在是沒有這麼大的一個水池子 而且就算再折衷一下做成這個樣子 驅動渦輪轉起來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還想要帶動電機呢 可能也很困難 所以還不如就這樣呢 我是百科全書火箭書 今天我想用它來給大家講一講 浪出來的能源波浪能 對於清潔能源的渴望有來已久 尤其是到了今天 我們一邊要想方設法去解決氣候危機 另一邊又要為持續增長的能源需求 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 真的是太難了 雖然太陽能和風能已經慢慢扛起重任 成為了可再生能源的頂梁柱 但它們的缺點也很明顯 太陽能只在白天才有 風能又受制於天氣 兩者都是不能夠提供持續穩定的輸出的 但你有沒有想過 佔了地球表面三分之二的海洋 什麼時候停下來過呢? 沒有吧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從海浪裡面提取出能量的話 它是不是就永遠可以不用間斷了呢? 而這個想法吸引了很多的科研團隊和初創公司 他們圍繞這一主題 想出了很多富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我們現在就來說說其中幾個 從技術路線上來看 它們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把波浪的動能轉化為渦輪機的動能 然後再帶動發電機來發電的 二把波浪的動能轉化為液壓能 然後再用液壓馬達帶動發電機發電的 三直接用波浪的動能帶動線性電機來發電的 既然我做的這個模型是屬於第一種路線的 那麼我們就從它先開始吧 它採用的是一種叫做震盪水柱的工作原理的 把一個底部開口的裝置埋入水中 隨著波浪的起伏 這個裝置內的水位也會忽高忽低 於是就會迫使裝置內的空氣 通過頂上的一個開口排出吸入 本質上這裡的水就充當了活塞的作用 就像它一樣 如果我們在這裡讓空氣通過一個變窄的通道的話 它的壓力就會增加 從而就有了足夠的力量 來將連著發電機的渦輪葉片給推動了 另外你看這個葉片截面的形狀是不是很特殊啊 它的兩邊是對稱的 這就意味著啊 不管你是從上面吹葉片還是從下面吹葉片呢 它始終都會朝著一個方向旋轉 放在這樣的發電機裡面呢 就能夠有效的積累空氣進出時的動能 不會在不停的正轉反轉當中白白浪費掉了 由於發明它的是英國結構工程師 埃倫·威爾斯 所以呢 它就叫做威爾斯渦輪了 但是它有個缺點啊 相比其只能單向工作的非對稱渦輪 它的阻力係數更大 所以效率當然也就更低了嘛 誒 有的團隊雖然使用的也是震盪水柱來發電 但它們並沒有選擇威爾斯渦輪啊 而是在用普通的渦輪後 加上了一個指揮閥 讓空氣在渦輪的通道裡只出不進 在指揮閥的通道裡只進不出 提高了發電的效率 那麼俗優俗裂呢 其實並不明顯啊 或者效率高一點 但加上精密而昂貴的指揮閥系統之後呢 成本也高一點 很可能就扯平了 在沒有大量裝機前呢 誰也拿不出壓倒性的數據的 好 這就是第一種路線中的第一種類型 它是將波浪的動能 轉化為了空氣輪機的動能 但其實啊 它還能轉化為水輪機的動能啊 這就是第二種類型了 一流式發電 它很像是憑空在海面上圍出了一個水壩 張開的雙臂向兩邊伸出 引導著波浪往中央汇聚 然後再帶著海水爬上斜坡 灌到自己的水庫當中 接下來啊 它就會跟個正常的水力發電站一樣工作了 高出海平面的水呢 會在重力适能的作用下 從底部的通道中流回海裡面 同時帶動這裡的水輪機旋轉起來 就把電順便給發出來了 由於這個裝置一定要做的很大 所以會很重 那麼肯定也就不會那麼便宜了 但它也會帶來一個好處啊 更加的抗躁 體積大了 趴的低了 再惡劣的天氣也刮不翻它嘛 巨大的海浪只會越過它繼續前進 是不會對它造成任何影響的 丹麥早在2003年呢 就已經將一個重達237噸的原型機 拉到海面上去實驗了 而且看起來確實是很有前景的 接著啊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路線 把動能轉化為液壓能 它的代表啊 既有浮在海面上的 有像這樣一接一接 隨著海浪錯落起伏 跟個蟲子似的 也有這樣統一裝成一排 像是浮板一樣的起起落落的 沉到海裡面的會像這個一樣 固定在深約10米的海床上 把像棒殼一樣的板子給立起來 通過波浪的水平運動 帶動它來左右搖擺 但不管形勢如何 它們都會連著液壓系統 在一上一下一搖一搖的過程中 擠壓液壓蹦 推動液壓馬達 帶動發電機來發電 目前 蘇格蘭的藍寶能源公司 就正在計劃用這個 它們稱之為 牡利的波浪發電機 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波浪發電站 用40-50台機組為3萬戶居民提供電力 啥? 這就是世界最大了 那中國什麼時候能出手呢? 好了 最後一個路線 就比較直接了 它是一種可以發電的浮標 它有兩個部分 中間的磁鐵通過用纜繩毛固在海床上 保持相對靜止的漂浮狀態 包圍著磁鐵的線圈子 和外客一起能夠隨著波浪 自由的上下起伏 於是在這個過程中 就不斷的切割磁場 產生出了感應電流 這些電流在通過專門的電燃 送至暗上就可以供後續使用了 當然 除了這幾種波浪發電形式以外呢 還有一些其他的限於篇幅 我就只展示不解釋了 大家要是感興趣的話 就在留言裡面見 總之啊 利用波浪的無盡能源一定是未來的趨勢 但在現階段呢 我們還是有很多的卡案沒有賣過去的 在效率沒有得到大幅提高 耐用性沒有得到足夠的保證 維修不能做到方便快捷之前 浪出來的電 還很難出現在我們能夠夠得著的地方啊 那麼我們就再等一等吧 我是火箭書 關注把不一樣的科學知識講給你聽